不畏風雨 前總統馬英九陪同國民黨台北市長候選人 丁守中搭乘吉普車 在台北市街道沿路揮手敗票 週五的行程更是滿檔 選前之夜和總統蔡英文 最後都會留在台北市雙贏對決 守中的情況一直在改戰當中 我們希望最後兩天全力以赴 我想不是光是雙贏 整個是一個黨派的對決 選前之夜藍綠全力衝刺 國民黨主席吳敦義從台北市出發 從南到新竹縣與桃園市 而馬英九則是從苗栗縣一路向北 新竹 桃園最後停留在台北市 蔡英文要展現最大的輔選能量 先到宜蘭再到高雄 台中 新北 最後是台北市 行政院長賴清德跟總統府秘書長陳菊 也分頭站台輔選 為了守住民主勝地加議事 蔡英文緊急再度南下 替爭取連任的市長突醒哲強力吹票 這場民進黨的其中考對上國民黨的大團結氣勢 六都勢在必得 台北有丁守中在凱盜對上市府前的姚文智 而新北侯友宜跟蘇貞昌拼搏 陳學勝力求翻轉鄭文燦的桃園 台中榮燕大戰 台南高斯伯對決黃偉哲的超級直播 高雄寒城大戰更是眾所矚目 藍綠動員所有能量力拼勝選 原時新聞 綜合報導